为什么两岸人的沟通是这么的困难呢 我总结了以下三点 那第一点 大陆人不愿意承担责任 就是永远不愿为自己做错的事情来承担责任 感觉已经是一个常态了 而且你在做错事的第一个时间 一定要反咬一口回去说 那就是这样啊 能有什么办法 那第二点呢 就是谁强谁有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在大陆的平台上 大家在互相的骂战当中 总会开始说 总会有一个人挑起来一个事端 就会说因为你很穷啊 因为你就是河南来的啊 我因为你长得丑啊 然后好像他挑出了你的毛病 他就高人一等 他就觉得自己特别强 那第三点呢 我觉得一个非常明显的两岸 无法沟通的一个点 大陆人会强迫对方来支持自己的想法 当他说出一个事情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表达自己的一种观点 而是需要你来认同他的观点 假如你不认同呢 他就会非常的生气 然后来反驳你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说感觉在跟大陆人聊天的时候 沟通特别困难 最近呢我就发现了这个现象非常的严重 是因为我在常常刷抖音平台的时候 其实也蛮常刷到一些陆配啊 或者是台湾人的大陆的抖音平台 然后在下面呢 常常会台湾人和大陆人就会吵起来 可是他们有时候呢 吵的原因是莫名其妙的 有点让人难以理解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台湾人和大陆人是这么难沟通呢 后来呢 在我持续不断的分析了解之后 我才发现 两岸人的讲话方式是不一样的 而两岸的思维方式也是差异巨大的 所以之所以有这样子的沟通障碍 我觉得也是因为两岸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虽然说呢台湾人和大陆人讲的都是中文 而陆配呢 来台湾好像可以迅速的融入到台湾的本土环境当中 然后除了一些的词汇 两岸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沟通的 为什么两岸人的沟通是这么的困难呢 我总结了以下三点 那第一点呢 就是大陆人不愿意承担责任 这个呢 我觉得我非常的有感 就在两个月前 我回到我的家乡 然后要办理一些证件的时候 我觉得体现的非常的明显 就是当时我在做一个大陆驾照的一个公证 做完了以后 他就说好那你回去吧 如果出来了 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前面一切都很顺利 虽然他的态度没有很好 但是也没有到不好 就是脸比较臭吧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接受 只要能帮我把事情办好 结果呢 隔了两天 他就打电话来说 好你的公证书做好了 可以来拿了 好那当时呢 我就打车带着我的女儿 然后去到公证处 然后把那个公证书拿到了手里 我就在我准备拿的时候 他就翻看了一下我的公证书 然后说 哎你等等 这里少了一句话 我当时内心一惊 这不会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吧 然后这个不会 我因为什么东西拿不走吧 结果过不前 他就说 因为这个公证书上没有写说 用于台湾地区几个字 所以这个公证书你今天不能拿走 好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失误吧 然后我就在等他说一句道歉 结果呢 并没有 完全没有道歉 他就说 好那你明天再来吧 而且脸是一样的臭 不仅没有道歉 脸还很臭 我当时真的是无了个大语呀 怎么会有这种人 真的是 后来呢 我妈妈就来公证处来找我们 然后在来的时候呢 他听说了这件事情 他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很火大 很生气 然后就说 你们工作的失误 怎么会这样子失误呢 然后那个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呢 就说 那也没办法 我总不能让你拿一个错的走吧 哎 我觉得你是说对不起三个字 是可以死吗 就是永远不愿为自己 做错的事情来承担责任 感觉已经是一个常态了 而且你在做错事的第一个时间 一定要反咬一口回去 说 那就是这样啊 能有什么办法 其实呢 我回想起在台湾办事的所有的流程 公务人员都会非常耐心的 跟你解释每一个步骤 然后生怕你有一点的不懂不明白 以及后续的 你要办理的所有文件 他都会解释给你听 从来没有遇过自己做错事情 还那么拽的 当然了我知道这个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常态了 尤其是公务员 他根本不可能跟你说什么 对不起 谢谢 这些礼貌用语 根本没可能听到 不刁难你 我真的就是已经谢天谢地了 但是我自己去想这些真的 对吗 真的是 应该的吗 就比如说我评论区下有一个网友 就说 那是因为你在河南 我们浙江的效率特别好 特别棒 我们政府的口号就是说 只来一次就好 然后我就在想说 这个不是本来就应该的吗 而且你浙江好跟我河南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有的时候不太懂 大陆人的逻辑 不知道台湾人你们能懂 他背后的逻辑吗 他可能只是想炫耀一下 觉得我生在浙江的一种优越感吧 但是 我们其实都是拿中国护照的 并没有什么差 你就算是浙江人 也没有比我高贵到哪里去 好吗 你只是在自己的本土 看似有优越感而已 那第二点呢 就是谁强谁有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在大陆的平台上 大家在互相的骂战当中 总会开始说 总会有一个人挑起来一个事端 就会说 因为你很穷啊 因为你就是河南来的啊 我因为你长得丑啊 然后好像 他挑出了你的毛病 他就高人一等 他就觉得自己特别强 还有一种人呢 更可笑 就是会在你的平台上炫富 就拿前两天的一个例子来说 我在抖音上有刷到 有一位女生就是发的在 发了在台湾的乡下的一个六娃公园嘛 说这是台湾乡下的六娃公园 然后下面呢 就有一个网友他崩溃了 然后他就说 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小区都有 什么公园 根本不需要这些公园 我们在这一家楼下就能玩 拜托这位网友 你能不能搞搞清楚 小区的是 因为你有买房 或者是说你有租房 才享有的待遇 和公园它的概念是一样的吗 你拿一个私有的东西 和一个公家的东西来做比较 这样的 这样是合理的吗 然后呢 他就顺便秀出了 他的小区的一个游泳池 然后呢 那位博主就很好笑 就会说 啊很好棒棒哦 结果他真的觉得自己很棒棒 他还继续发 他说除了这些 我们还有一些儿童的娱乐设施 我当时真的是震惊加无语 我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蠢 也听不懂那位博主的反讽吗 你真的觉得人家在说你很棒吗 就是你的脑子是木头做的吗 真的 那假如说这种事情换来台湾 谁会没事就是秀自己家的泳池 秀自己家的东西 感觉 而且还是在别人的评论区下面秀 我觉得真的太奇怪了 就是自己难道没有社交平台吗 不能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晒吗 然后跑到别人的评论区去秀优越感 这一种什么道理呢 其实我回想起来就是大陆的现在的一个大环境 感觉就是歧视穷人 歧视弱者 然后媚妇 喜欢强者的这么的一个状态 那可能是大环境给人的感觉 就是说谁强谁有道理 谁强谁身板就硬是吗 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并不这么认同的 就是有钱人呢 他也会犯错 那穷人呢 也不见得全错 就是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以客观的分析 那第三点呢 我觉得一个非常明显的两岸无法沟通的一个点 大陆人会强迫对方来支持自己的想法 当他说出一个事情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表达自己的一种观点 而是需要你来认同他的观点 假如你不认同呢 他就会非常的生气 然后来反驳你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现在的抖音平台不是有很多海外的博主 或者是说台湾的博主 各个地方的博主都有 然后他们会分析一些海外的生活啊 尤其是有几个地方 提到大家就会理雅宫的 就是日本台湾美国 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地方 就会被大家酸到爆 而且呢 当你说 你看这是台湾的公园 这是什么日本的公园 然后怎么样 还蛮不错的 在这个当中 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提到中国 或者说你根本没有提到大陆 大家都会说 我们大陆也有啊 就是他的那个潜意识里面就说 你一定要夸大陆 你怎么可以说国外好呢 你怎么可以说台湾好呢 就是他们会有一种这样子的疑问 而且并且呢 会强迫你来认同他的观点 一旦呢 你不认同他的观点 就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 哦 这顶帽子特别大 然后当你戴上了这顶帽子呢 就如他们所愿 然后他们就可以疯狂的黑你的账号 然后把你封号 二我是经历过这一系列的过程 我对于这种强盗逻辑思维 真的是至今还无法理解 你说祖国的好 我不能说什么 但是呢 我说台湾的好 你也不能同意 请问什么都是你说了算吗 但是我来台湾生活的这一年多呢 我也看了很多的媒体平台 然后大家真的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个人说个话 每个人的想法 跟每个人的思维 它都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不认同 我不见得会认同每一个人 但是我也要捍卫他说话的权利 但是这个是 我觉得两岸之间 它是一堵墙 因为某一些的大陆人 他会强制性的要求 你跟他的思维是一样的 强制性的要求你认同他 强制性的要你说 我们中国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你一定要说很好 很棒 不能说任何的不好的地方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一种状态 所以呢 我觉得两岸人民 虽然讲同一种语言 但是现在的思维 已经天差地别 所以很难沟通 也是现在的一个现状吧 除非你这个人真的很包容 很有善 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那样子的 真的是有一部分的中国人 坏了一锅汤吧 就是让我们的沟通之路 变得更加的困难 让人家会觉得 你们大陆人都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样子 非常的一个不好的现象 最后呢 还是想奉劝一句 我的大陆同胞 承认别人的优点呢 并不会让你很丢脸 那总是在看别人的缺点 也不会让你显得很高贵 我觉得一个人 愿意承认别人的优点 才是他优秀的开始 也希望每个人 都能谨记这一点 看到别人的闪光点 愿意真诚地欣赏别人 好了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